假日和犯罪凑到一起 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好了啦 我是抓马 百瓜岛所赐 炎热的夏天 我的思绪总会飘到地中海的小岛 响入飞飞 阳光 海滩 摇滚 比基尼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部 带眼睛休假的假日惊情 玛丽安是一位万人仰慕的摇滚歌手 独特的台风 出色的嗓音 让她在舞台光芒四射 可惜 一次意外导致她的身带遭到重创 手术过后 医生建议玛丽安休息一段时间 趁着手术恢复期 玛丽安和年夏男友保罗相约去意大利度假 两人住在西西里岛上 一个叫做潘泰莱里亚的地方 智力远离人群 自然原始 两人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晒日光玉 或者在泥巴里打滚缠绵 这天 一通故人的电话 打破了二人世界的美好 故人名叫哈利 他是玛丽安曾经的音乐制作人 也是和他相爱多年的前男友 电话中 哈利自说自话 宣布要加入玛丽安两人的度假 机场大厅里 哈利旁若无人地与玛丽安放肆拥抱 保罗也是哈利的好友 说起来 他和玛丽安的相识 还是哈利介绍的呢 三人寒暄之时 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从喧闹中走来 她叫潘尼 身材火辣 免容智能 哈利赶忙补充 别想歪 她是我刚相认没多久的女儿 年轻时 哈利四处留情 喜当爹确实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如今她年纪已长 对待感情却还是一副浪荡子的姿态 这个潘尼到底是亲女儿还是干女儿 还真看不出来 一对是外表光纤的中年情侣 一对是关系暧昧的亲生妇女 四位主人公集结完毕 猜猜看这个假日会发生怎样的惊情呢 来得匆忙 哈利妇女的住所还没有着落 不过哈利可一点不担心 她知道玛丽安最后一定会收留她们的 行车途中 四人经过一家山顶餐馆 哈利做事向来随行 说那家餐厅可好吃了咱们去吧 刚下车就露天小姐了一把 保罗趁着哈利方便的间隙 和潘尼闲聊了几句 保罗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潘尼的年龄和身份 保罗猜测潘尼是个大学生 现在是在放暑假 潘尼顺着保罗的话 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可言语中回避的意味却很明显 暮色僵致 黄昏和黑夜交织缠绵 餐厅在暖色小灯的点缀下 显现出一番伊尼迷幻的风情 在这样的环境中用餐 必然是番不错的体验 可是四人来得有点迟 这个时间点 餐厅早已人满为患 运气不错的是 有时刻认出了马丽安的明星身份 把位置让给了几人 于是四人见着马丽安的名气成功落座 哈利是个超级一人 只是一个落座的功夫 特别和临桌的几人搜索完毕 颜色一致 期待已久的晚餐终于开始 开朗健谈的哈利 是这次餐桌谈话的主导 只是聊到兴起 他总是忘记马丽安失声的事情 他说 阿戴尔两周也就能恢复声音 不断调侃马丽安 也讲个话看看 多年老有家情人 面对哈利的打趣 马丽安不觉得冒犯 反倒身为男友的保罗 剪粉插针地挑起了哈利的刺 晚餐结束 马丽安果不其然 邀请了两位来他们的度假小屋 哈利也一点不客气地反客为主 大摇大白地领着几人进屋休息 马丽安带潘尼睡自己以前的卧室 潘尼客套地关心了几句马丽安的嗓子 又突兀地说起自己只有22岁 年轻是潘尼最大的资本 保罗则带哈利逛屋子 看到泳池 哈利衣服都不脱 一头扎了进去 凉爽 蓝色 无拘 这是属于哈利的夏夜 哈利在泳池里鲤鱼打滚 保罗却站在岸上一动不动 他有一种低微被挑战的感觉 到底谁才是度假小屋的男主人 自得其乐的夜勇告一段落 哈利提着红酒 在冰箱里寻找吃食 只是结果让他有些失望 偌大的冰箱里 除了些酱菜 竟然空无一物 马丽安缓缓上前 拦着哈利献上了几个碗安稳 一旁的保罗 将两人的亲密收进眼底 但他只是如往常一样 贤惠地给爱人 递上疗愈身带的药片 过去的已然成为过去 眼前的爱人 才是最该把握的幸福 然而哈利似乎无法接受 自己是马丽安的过去时 和保罗聊天时 他藏不住心事 他戳破了保罗不欢迎 自己来度假小屋的事实 他试图用紧学的几句意大利语 挑起对方的怒火 只是哈利的几拳 都好像落在了棉花上 面对哈利的挑衅 保罗只是淡淡回击一句 别提了好吗 保罗虽努力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可显然因为哈利妇女的到来 有所动摇了 在恋爱关系中 有一句话虽然个影 但却十分现实 男女交往 不被爱的一方才叫小三 保罗确定马丽安对自己存在爱意 但这份爱意 似乎不足以让他对昔日爱人说不 如也 两人躺在粗糙的岩石上 保罗带着满心的委屈 久违地和马丽安发生了争吵 保罗埋怨马丽安 为什么要留哈利妇女一起住 马丽安却在这时选择了沉默 为了安抚爱人的怨气 马丽安一吻风口 渐渐地 保罗被马丽安的柔情融化 他不再固执地追问答案 尽管他潜意识里深知 这样甜蜜的爱恋 那个叫哈利的男人 也曾经历过 昼夜流转 天色渐亮 新的一天 哈利依旧充满活力 混乱的桌台 新鲜的鲦鱼 琳琅满当的冰箱 伴随着俏皮的音乐 哈利将几人的三餐 爱拍得明明白白 哈利表面欢脱 细节之处却极尽温柔 冰箱里 蔬菜 啤酒一应俱全 就连保罗喜欢的西葫芦 也被整齐马放在内 保罗出了一旁 看着哈利的劳等成果 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死人之中 潘尼起床最晚 潘尼未尽允许 从玛丽安的房里 翻出一张摇滚唱片 而玛丽安 保罗 哈利三人的故事 正是从这张唱片开始的 时间回溯到 哈利还是音乐制作人时期 那时的哈利和玛丽安 还没走散 但两人由于音乐理念不合 这段关系已经岌岌可危 这天 音乐人哈利在影棚 接受媒体人保罗的采访 哈利一上来 就说摇滚精神里 有一种弑服情节 他也代表着权力的纷争 行就力量的冲突和角逐 将其影射到 哈利和玛丽安的关系中 正好完美诠释出 两人矛盾的本质 哈利曾向保罗坦言 玛丽安是一颗 异常火热的璀璨之心 他的火热 助他成为了最耀眼的摇滚巨星 但这份火热 同时也灼烧了 哈利这位伯乐 玛丽安飞升的第一步 先斩意中人 哈利不甘被试 于是 他率先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不仅如此 他还主动挡起了 玛丽安和保罗的红娘 那时的哈利 浑然不知 这种给前女友牵红线的 愚蠢举动 将让自己后悔终身 宁静的度假小屋 玛丽安忙着给哈利修剪头发 保罗在对面凉亭 安静地画画 突然 玛丽安不知看见了什么 朝对面的保罗吹起口哨 两人的默契 无需多言 保罗受到信号 起身朝着空旷的场地走去 原来不知何时 庭院里溜进来了一条蛇 在这之前 屋里进蛇的事情 早已发生了很多次 只见保罗一个箭步抓起蛇 将他甩得老远 下一秒 缺席了一早上的潘尼 姗姗出现 突然而至的蛇 紧密美好的庭院 年轻美惑的女孩 仿佛影射着伊甸园 如果说保罗和玛丽安是亚当夏娃 那么不请自来的哈利 便是那条潜入伊甸园的蛇 而那个被他带来的女儿潘尼 正好对应着诱人堕落的撒旦之果 撒旦的棋局一旦开始 被欲望去世的人们 将无一人幸免于难 大义人哈利自作主张 邀请了朋友来做客 保罗和玛丽安 对哈利的自作主张很是无奈 爱与客人在场 这份无奈的情绪 也不好随意发作 哈利毫无知觉 不笑便客 整个庭院都弥漫着他的怀生笑语 叛逆对于父亲的喋喋不休 心生无聊 再借着上厕所的油头 流到屋里躲清闲 和燥热的室外不同 屋里的气候清幽凉爽 黄的墙壁上 贴着很多老旧的照片 潘尼盯着哈利和玛丽安的合照 看了很久 在他终于缓过神时 眼神中多了几分厌恶 显然 女孩对于父亲的前女友 是怀有敌意的 几人也从泳池聊到客厅 哈利找到了自己以前制作的唱片 他像个真宠的孩子 拼命炫耀起来 这些音乐 是哈利人生的财富 也是专属他和玛丽安的回忆 伴着他们的音乐 哈利疯狂扭动起来 午餐之后 一旁的客人提出 不如大家一起去镇上逛逛 今天可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一定热闹非凡 玛丽安被这个主意勾起兴致 可保罗却不喜欢这样的热闹 比起拥挤的人群 他更喜欢把自己藏匿在大自然 他借口要调试镜头 顺利逃过了这次多人约会 因为保罗的退出 一场好好的情侣度假 也变成两位旧情人的叙旧 午后的阳光 懒洋洋地洒在旅客的肩头 熟悉的街景 让两人的心情得到放松 毕竟是知根知底的老情人 玛丽安在哈利面前 似乎总是在做最真实的自己 因为生代的问题 而不敢在保罗面前随意饮酒 可当着哈利的面 他却能毫无顾忌地拿起酒杯 哈利想到三人的复杂关系 开始悔不当初 在他看来 保罗是跟不解分情的木头 这样的呆鹅 只适合在绣航生息的时候相处 至于谁才是适合玛丽安的灵魂伴侣 哈利没用没说 眼中的情谊 却早已呼之欲出 但如但所料 玛丽安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可哈利期待的破镜重圆 却没有上演 玛丽安静默片刻 只是感激哈利把保罗介绍给自己 然后他悄悄片头 躲避了哈利的亲吻 旧景重现 旧人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玛丽安和哈利沿街怀旧 另一边 保罗和叛逆之间 也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古老的海边城墙 采风的保罗 与落单的潘尼不弃而喻 一个小黑人见潘尼行单引之 缠着他想要号码 保罗上前 故意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保罗的维护 让潘尼萌声好感 渐渐的 他开始没话找话 对于潘尼的直求 保罗却没有接招 他逆着夕阳 漫不经心的警告潘尼 你在等我的反应吗 别浪费时间了 烟幕降临 镇上的狂欢节开始了 哈利果然是个神经跳脱的老boy 上一秒 他还在为玛丽安的闪躲 黯然神伤 下一秒 他便拉着对方来到一家歌厅 唱起了卡拉OK 自从身带受损 玛丽安很久没在外人面前唱过歌 在哈利的感染下 他终于鼓起勇气 短暂地放纵了自我 夜色涌动 掌声不息 人群拥挤的窗外 甚至还有警察驻足为观 滑灯出上 保罗和潘尼徐徐赶来 或许是心有所感 玛丽安在这片膝壤中 一眼就认出了保罗的身影 两人眼神交际出 满是浓浓的关心和爱意 两人欢喜 一人忧 哈利受到刺激 惊搂着潘尼贴身热舞 由暗灯光下 两人的亲密程度 远超了正常妇女的界限 玛丽安和保罗见状 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 显然 他们都在害怕 这对妇女会被人误会 可主人公之一的潘尼 却完全乐在其中 这是他出生以来 第一次享受父爱的包围 却爱的孩子 从不问爱来自何处 哈利的父爱不太纯粹 甚至还夹杂着几份肮脏的情欲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是爱 潘尼便甘之如頤 乡村小道上 哈利自高奋勇 给女邻居当起了教练 交车是假 调情是真 只是他高估了自己开车的水平 一个不注意 汽车便逼近悬崖 无法动弹 毫无意外 可靠的保罗成了烂摊子的接盘侠 两位男士为拖车事件焦头烂额 两位女士在家里也没闲着 两人沐浴着阳光和微风 开启了一场不太愉快的泳池茶话 潘尼坦言 自己人对哈利的父亲身份心存质疑 在他看来 两人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为 都没有相似之处 可能的话 他希望两人去做一次亲自鉴定 不知想到了什么 潘尼划分一转 又打听起了玛丽安的感情史 他问玛丽安 他和保罗还有哈利 各相恋了多少年 潘尼只是哈利刚认回的女儿 他向父亲的前妞打听这种事情 难免有些冒犯 玛丽安努力保持体面 回答都是六年 潘尼得到答案后 又开始顾左右言他 他声称 以前的专辑唱片两面 都有六首歌 听完六首后 想要听更多的音乐 就该翻过另一面 玄外之音便是 玛丽安和哈利的感情也该如此 既然已经分手 就不该继续拉扯 女性是第六感很强的动物 玛丽安结合潘尼之前的表现 感受到了对方的敌意 不过在她看来 潘尼的无理别扭 可能是害怕拥有一位继母 玛丽安试图和潘尼 化解这个可笑的误会 可潘尼的心门 却完全拒绝向她敞开 另一边 哈利在保罗的帮助下 顺利解决了拖车事件 回家的路上 两人谈天说地 仿佛回到了曾经的死党时光 蓝天 兜风 许旧 可偏偏哈利信用不甘 总想提及玛丽安的名字 哈利终于承认 与玛丽安分手 是他一生中最傻的决顶 所有的人和事都往前走 只有这个深情的浪荡子 被困在了那些遗憾的往事中 无法挣脱 更无人救赎 哈利是一个闲不住的性子 刚回到家 他便嚷嚷着要借车 去趟镇里的杂货店采购 日子书行 他又故意把玛丽安给拉上了 哈利一走 偌大的庭院 瞬间安静了下来 正好度假屋的女仆 也有事要出门 这里只剩下保罗和潘尼 这对半熟男女 潘尼没有放弃挑逗保罗的念头 用吃吃盼 他上浮下浅 极力向对方展示自己的销魂形体 面对女孩的勾引 保罗依旧不为所动 或许是这场孔雀开屏 着实碍眼 保罗建议潘尼 预期在他眼前浪费时间 不如去附近的湖边逛逛 那座湖离度假小屋 不过两英里的距离 正是和无所事事的潘尼打发时间 潘尼闻言 要求保罗做陪 好像让女孩子自己去世不太安全 潘尼不过略是小记 保罗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前路迢迢 茂密的芭蕉绿林 无音的山巒燎原 古老的历史遗迹 这对逃出伊甸园的男女 沉醉在沿途的景色中 无法自拔 两人徒步了好一会儿 最后在一处死火山遗迹旁歇脚 突然 几个偷渡而来的北非难民 从一扇破旧的石门中走来 难民目标明确 一眼就盯上了穿着清凉的潘尼 只是女孩身边的保罗令他们有些忌惮 几人嬉笑片刻 便做鸟兽状四处跑开了 保罗再次成为了潘尼的保护神 脱离困境后 潘尼朝着前方疯狂奔跑 那里便是两人寻找已久的湖泊 在那里 这颗撒旦之果退去了城市的外衣 笔池荡漾 玉体横沉 湖边的景致 果然没让保罗失望 保罗站在湖的对岸张望了许久 隔岸女孩的招手 像极了恶魔的召唤 这位感情的守卫者 没抵住恶魔的诱惑 还是偷藏了潘尼这颗禁果 另一边 玛丽安和哈里这对旧情人 同样状况百出 杂货店里 玛丽安犹豫许久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她告诉哈里 应当和女儿潘尼保持合适的距离 当然好歹是亲妇女 龌龊心思被点破 哈里有些局促和恼羞 但比起伦理道德 她更在意的是玛丽安的看法 哈里从下飞机起 就在不断试探玛丽安的想法 但得到的回应 却总不尽如人意 即便乐观如哈里 情绪也难免有些低落 财卖完毕 哈里带着玛丽安走访老友 在那里 然而还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甜品 哈里和玛丽安到家时 保罗跟潘尼还没回来 大好的督处机会 厨房里 哈里挑起了一段身体交流 可玛丽安的眼神中 没有眷恋和回头的意思 这一次 是两人彻彻底底的弊异 哈里所爱失败 剪谈 音乐 舞蹈 回忆 都是她曾用来争宠的工具 但从此刻开始 这些事物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保罗和潘尼归家有些晚 餐桌上 哈里因为下午的事情 异常保持沉默 与之相反 保罗偷藏进国后 一改往日的高人做派 平时不爱说话的两人 今夜却隔着餐桌说个没完 两人表面谈论的下午经历 实则也是在暗示 他们发生了亲密关系 餐桌上的另外两人 一下子就听出了其中的猫腻 只是两人中 一个毫不在意 一个还在隐忍 保罗在给玛丽安送钥匙 看见了他脖上的咬痕 那是哈里下午行动时 给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保罗没有结问 玛丽安也没有解释 一句简短的我说过他了 便足以道尽保罗的愤怒 两个对彼此心怀怨恨的男人 如宿命般在深夜的泳池相遇 追爱失败的哈里准备离开了 不过他借着酒精 将心中所有的不满全盘托出 说保罗配不上玛丽安 保罗不愿和一个罪鬼谈话 面对哈里的挑衅 他一退再退 可他这种容忍姿态 却再度引来哈里的不满 哈里能接受保罗的批评 谩骂 但他却唯独接受不了对方的容忍 哈里继续挑衅 干脆动起手来 对保罗说你打我啊 保罗一个不耐烦 把哈里推入了泳池 昔日好友宿命情敌 所有的爱恨恩怨 在这泳池混战中 画下了句点 哈里溺亡了 假日惊情的恶果终于酿下 保罗摸着夜色 慌张地回到小屋 小心翼翼溜回房间 床踏之上 玛丽安还在梦乡没有醒来 保罗惊惊未定 只能在床边爱坐到天亮 晨曦时分 女佣来到小屋干活 经过迟判时 她看见了害人的一幕 她急忙唤醒沉睡的玛丽安 清澈的池水里 哈里早已没了声息 那个说要再也不见的男人 最终以死别的方式 永远离开了玛丽安的世界 当地警方接到报案 很快赶来了度假小屋 警察在勘察现场时 发现哈里身下有一张黑胶唱片 这张唱片 真是让哈里三人相识的 滚石乐队唱片 保罗看见唱片以后 对此感到意外 昨晚可没有这个东西 只见远处的潘尼 面无表情地朝这边张望 是不是在某种巧合下 这个离经叛道的女孩 完成了自己的师父 凉厅里 四人一桌 各怀鬼胎 潘尼全去在腾椅上 以一种怪异的眼神 盯着保罗不放 保罗竭力隐藏身上的伤痕 可他刚刚晾晒的异物 还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察没有追究 反而对悲伤的玛丽安 嘘寒问暖 几人的沟通 存在语言障碍 警察手上还有三十起的事物需要处理 询问调查的工作 只能暂时搁浅 下午两点 三人按要求前往警局 参加轮流问询 临出发前 恼人的蛇再度出现 玛丽安这次没有招呼保罗捕蛇 这一次 他主动把蛇捡起 然后大力扔了出去 蛇的离开 仿佛预示着那些诱惑 他心神的东西 也从此消失不见 几人来到警察局 第一个被询问的对象 正是凶手保罗 调查室的桌子上 正摆放着哈里的证件 啥时 保罗的神色开始凝重起来 保罗从调查室出来后 脸色依旧没有好转 玛丽安健壮 想到保罗侧腰的伤痕 猜到了最坏的可能性 可适者已适 为了给爱人开脱 他将哈里的遇难 推到了北非难民身上 在他构造的故事里 那些难民从泳池后面上来 恰好昨夜哈里饮酒过量 双方产生争执 哈里无力抵抗 天灾 人祸 用吃悲剧酒词酿下 玛丽安的证词漏洞百出 但永池边上的那瓶红酒 就是极好的物证 警方本着尽快结案的原则 暂时采纳了这个说辞 这次审讯最大的意外是潘尼 一直似乎只会说英语的潘尼 原来说这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 而且他不是22岁 而是个17岁的高中生 鉴于他还未成年 现在就要被遣返回家了 对此 保罗和玛丽安都大为震惊 三人心事冲冲地返回度假小屋 静游新生 小屋的景致 已经不复从前的光明温暖 阴雷阵阵 狂风连连 玛丽安赶在暴雨落下前 找到了失忆的保罗 保罗蜷缩在墙角处 一动不动 保罗对于玛丽安的到来并不意外 他抽气表示 自己并非故意杀害哈里 嫉妒 歉意 迷茫 这是一只被悔恨奴役的迷路羔羊 唯有爱人的谅解 才能帮助他重回伊甸园 玛丽安听完保罗的自白 上前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 哈里的不幸令他心如刀割 天平的两侧 一边是旧爱 一边是新欢 在扔掉蛇的那一刻 他的心底便已经做出了选择 潘尼被送去机场时 天空刚好下起了大雨 机场大厅里 玛丽安的情绪终于爆发 所有的不堪被摊上台面 谎暴真实年龄 假装语言不通 对人们的痛苦无动于衷 潘尼的恶劣行径不是美举 这个17岁的女孩 喜欢看人们经历苦难 她把身边的所有人 都当成了自己的敌人 面对玛丽安的指责 潘尼却细皮笑脸地表示 别因为这种小事心烦好吗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惹得玛丽安一巴掌扇了过去 潘尼顶着红肿的脸颊 独自离开 紧仓前 她转头回望 大厅里的两人已经不见踪影 脸上的泪水 和这场庞陀大雨融合在一起 她或许只是一个渴望爱的女孩 只是这样的表达 并没办法正确地传达 离开的人已经永远离开 玛丽安和保罗的危机 却还没有完全解除 两人回家的路上 被警车追上了 难道是警方查到了什么 玛丽安怀揣着紧张不安 颤颤巍巍地朝警方靠近 双方会面之际 警察竟然套出一张唱片 请求玛丽安签名 原来看似严肃正经的警察 其实是玛丽安的铁杆歌迷 山顶餐厅让座的歌迷 歌厅窗外围观的警察 庭院里对玛丽安 嘘含温暖的警探 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哦 得知警察的意图后 玛丽安心口的大师终于落下 他带着释怀的微笑 给这位忠实的歌迷赠送了突遣 得偿所愿的两人 在雨中愉快告别 分别前警察站在伞下 激动地对玛丽安喊出 你真是个好人 好不粉刺啊 玛丽安回到车上 开始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保罗呆坐一边不明所以 警车缓缓驶过两人的车 玛丽安和警察挥手告别 并将这起乌龙告知了保罗 劫后余生 保罗不禁长舒口气 笑意不容自控 就在这时 玛丽安的表情又严肃起来 在那一刻 他想到了什么 是哈里逆王在泳池里的惨状 还是自己为保罗做的伪证 抑或是警察夸赞他是个十足的好人 《假日惊情》改编自阿兰德龙主演的法国电影《游泳池》 由蒂尔达斯·温顿 弗蒂摩·拉夫尔·费因斯 达妹·达克达·约翰逊 以及马提亚斯·修奈尔主演 片中四大主演全部不穿衣服正面出镜 在导演刮达·尼诺的唯美镜头之下 又是一点色情味道也没有 但却足够欲 总之 就算看不懂影片 也足够养眼 本篇也是刮达的《欲望三部曲之二》 之一是由蒂尔达·斯文顿饰演的《我是爱》 之三就是最最有名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如果说《我是爱》表达了做自己的欲望 那《假日惊情》则是想要被爱的欲望 不同于以《我自为先爱》的第一课 以索取为主的爱则走向了悲情 缺乏有效的沟通 是造成四人互相猜忌 酿下悲剧的根本原因 善于沟通的人无法发声 直言不讳的人不着编辑 保卫感情的人一味回避 不愿交流的人冷眼旁观 四角关系中 没人无辜 无人信免 《伊甸园》里的花还在开 那些被欲望之花门闭双眼的人 却在这个惊情夏日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